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于StreamNative的软件工程师 我叫郭纪伟 现在在platform平台负责message相关的开发工作 我是Posa的Committer 下面这个是我的Github的地址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KeyShare的Subscription的一个定义 那么消息具有相同的Key或AldronKey的话 都会被投递给相同的Consumer 这里边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Key还有AldronKey 那么Key是Posa设计之初就带的消息的这么一个属性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做消息的路由策略 那么具有相同Key的消息将会被路由到指定的partition当中 那么AldronKey就是KeyShare的模式引入的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做服务端在消息下发的时候做哈希运算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当中没有设置AldronKey的话 那么将会使用Key来做哈希 那么KeyShare的模式的话 那么是从Posa2.4开始引入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KeyShare的Subscription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流转模型 那么producer1跟producer2都向Posa这个topic发送消息 那么在服务端的broker会把那么Key的消息全部投递给Consumer1 然后把Key3都投递给Consumer2 那么把Key2的消息都投递给Consumer3 那么这也代表着就有相同的Key都会被投递给相同的Consumer 那么对于KeyShare的Subscription的话 它的它在客户端的话需要设置这么一个policy 那么这个policy里边有三个属性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KeyShare的一个mode 那么这个mode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它不太清楚它是做什么的 其实它就是做服务端的哈希算法的对应的这么一个实现 那么broker端在进行这个消息下发的时候 它需要拿到这个Key 拿到这个消息当中的这个Key 然后去做这个哈希 那么这个哈希 然后再去选选出这些对应的Consumer 到底有哪些Consumer来进行这个消费 那么这个mode就是对应这个哈希这个算法 如何去选择这个Consumer 那么这个mode默认的话 有两种实现一个是autosplit 那么autosplit的默认实现是consistent哈希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实现叫autosplit 那么另外支持的一种叫sticky sticky这种模式的话 它是支持用户自己去设置这个哈希Range 那么另外一个属性就叫哈希Ranges 那么这一个属性呢 它其实是主要是给哈希Range这个算法在进行使用的 那么autosplit跟exclusive 它都会用到哈希Range 那么默认是65535个 aloud order的话 那么也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嘛 是否允许broker在投递消息上进行一个乱序 那么这一块的话后续的话 都会有详细的这么一个讲解 那么先来看一下最重要的是这个mode 对应背后的哈希的算法实现 那么autosplit这种算法是在kshare的subscription 这种模式引入以来就是最早支持的这种算法 这种算法的话 它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哈希Range 那么假定这个demo当中有8个哈希Range 那么consumer一直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8个这个哈希Range填充满 那么consumer2再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它就会选择这个consumer 具有最多的这个Range的这个consumer进行一个拆分 那么它是对半进行一个拆分的 那么也就相当于它会把consumer1的4个Range 分给这个consumer2 那么如果consumer3再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它又会选择这个具有最多这个Range的这个consumer进行一个拆分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选择consumer1或consumer2 那么假定这个时候咱们选择的是consumer2 那么那么 那么把consumer2一半的这个Range分给这个consumer3 那么当consumer3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就会形成如图所是这个Range跟这个consumer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这个是添加consumer 那么在这个算法在榆木consumer的时候 那么如果要榆木consumer3的话 那么它会找到跟这个consumer3最近的consumer2 然后把这个哈希Range给它填充上 那么如果要是在榆木consumer2的话 也会把这个也会使用这个consumer1把剩下的这个consumer给它填充上 那么回到这个算法的添加这个consumer这块可以看到 那么当有三个consumer的情况下 那么consumer1拥有这个Range它是最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会 那么这种情况broker在下发消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就是分配不均的情况 也就是代表着consumer1将被投递更多的这个消息 那么 鉴于在这种存在一定的Case 会导致这个consumer之间这个Range分配不均的这种情况 所以后期又在AutoSplit的这个算法当中 又引入了另外一种实现叫consistent哈希 它不需要哈希Range这个概念 那么它就跟传统的一致性哈希算法一样 那么它有consumerName加这个虚拟节点 然后构成这个 构成这个一个一个的node默认的话有100个这个虚拟节点 那么当consumer1加进来以后的话 它会在这个环上填充100个这个consumer 那么consumer2加进来的话 那么也会在这个环上添进来 这个100个consumer2的这个节点 那么由于这个他的这个consumer 这个这个是以consumerName加这个虚拟节点 然后组成了这个哈希 然后填造这个哈希环上的 那么势必要存在这种就是consumer 这种哈希冲突的这种情况 那么可能存在某一个节点 那么存有多个这个consumer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服务端在进行消息下发投递的时候的话 那么拿到这个哈希值的话 会跟这个节点的这个 consumer size进行一个取摩的操作 然后最终确认到底是哪一个consumer要负责这个消费这个消息 那么consumer哈希的话 他在consumerremove的时候也不需要其他的节点来去填充 直接从这个环上remove掉即可 那么从这个算法上可以看到 那么他就不存在autosplitter 那么对于这个consumer 分配这个哈希不均的这种情况 那么默认他有100个虚拟节点 那么也可以通过增大这个虚拟节点个数 来达到这个consumer分散的更均匀更密集 那么最后一种算法的话实现 就是用户特指定了这种sticky模式 sticky模式的话 他就是相当于可以让用户自主的去对某一个consumer进行range的set 他还是跟autosplitter一样有range的概念 那么consumer1的话可以让用户可以设置他是0到2 那么consumer1那么consumer2加进来的时候可以设置他是5跟6 那么consumer3加两可以设置他是3跟4 那么consumer4加进来可以设置他是7 那么这个时候服务端在选择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会计算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会根据他set的range来进行选择consumer 那么讲解完以上三种这种模式的背后的实现的话 那么怎么去选择呢 那么前几前两种的话 他都是broker端自动去填充这个hush range 那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用户不需要去计算不需要去填充这个hush range 那么consistenthush的这种实现也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假如说用户对于这个消息的key的话 你知或者是这些消息的key的话都比较固定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种sticky的这种模式 那么sticky模式还有一个好处 会在接下来章节当中也会介绍到就是说 它可能不会出现就是这种新加入的consumer 被block住的这种case 那么另外的话 那么如果这默认的这三种实现的话 都无法满足用户的场景需求的话 那么用户可以自行实现 sticky key consumer select这个接口 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相应的实现 再来看一下out of order这个属性 那么out of order的话其实它的含义的话就是它的字面意思 那么它就是允许是否允许broker投递消息进行一个乱序 那么对于即便是对于单一的订阅下买的consumer的话 那么它可以收到所有的key 但是也存在这种乱序的情况 那么如果要是不允许out of order的话 那么新加入的consumer可能会被block住 那么这也是key step key share的subscription 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会详细的讲一下 那么它为什么会存在被block住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key share的subscription 是福端对应了投递的实现 那么上面一长串的名字 就是它福端实现的类名 那么先看左边图 那么consumer1 那么consumer1加进来以后 如果没有其他的consumer的话 那么上面的三道的消息 全部都会被投递给consumer1 那么如果投递到3-2的这条消息以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consumer2加进来 那么如果咱们还设置out of order等于true的话 那么就允许它乱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就会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说3跟4跟5的消息 会立马的投递给consumer2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consumer1crush掉了 crush掉以后的话 他还没有对3-0-1-2的这个消息进行ack的话 那么所以他的market delete位置还是3-1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crush以后的话 这三条消息 需要被投递给consumer2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消息乱序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345的消息先收的 又收到012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也就是out of order 那么等于true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消息出现乱序的这种情况 那么再来看一下out of order等于false 那不允许它乱序 那不允许它乱序的时候 那么看左边的这个case 那么consumer在进行 consumer在进行 consumer1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他拿到012这三条消息以后 没有进行ack 那么这个时候consumer2加进来 那么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由于现在out of order等于false 那么就不允许它进行这个乱序的投递的话 那么 consumer2将会被block住 那么 那么以防consumer1crush以后的话 然后这个收到乱序这个消息 那么那么等着那个 等着这个consumer1进行把这个012这个消息 给他ack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mark delete 位置变为3-2以后的话 负端才会把这个 才会把这个 这个345的消息再投递给consumer2 那么 为了达到就是说这个out of order 这种防止它乱序的话 所以复端引入了一个叫read position 这种概念 也就是说consumer2在加进来的时候 需要记录一下他的read position 那么当read position等于小于 小于这个mark delete的位置 那么才可以投提 那么当他大于等于这个mark delete 位置以后的话 那么所以consumer2就会被block住 那么在被block住的 这个消息的话 其实他会被重新放到redeliver queue里面去 redeliver queue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out of order 那么等于false的情况下 那么consumer2被block住的这种case 那么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case 就是被consumer被block住 那么这种case的话就是客户端做 如果设置sticky的这种mode sticky这种mode 那么他可以看到k3这个消息 它是没有consumer的 就是他没有设置的consumer对应的range 还是k3 所以这个消息在mark delete等于2的时候了 3-2的时候 consumer加进来以后的话 那么这个消息推给consumer2以后的话 那么3-5这个消息还需要放到redeliver queue里面去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不太care 它是out of order等于true还是false的这种情况 那么以上就是k3服务端的一个投递 以及out of order 对于整个消息 这个consumer投递的这么一个影响 这么一个 讲解 那么对于k3的subscription的生产端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posta是支持发送消息 支持batch 那么对于k3的这种模式的话 你需要去关闭batch 那么或者使用keybase的这种batch 那么k3这种模式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刚才已经讲解到 它就是会block住新加入了进来的consumer 那么当遇到新加入的consumer 他有没有被block住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去确认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可以通过topic stats的 topic的internal stats 去确认一下它的markdelete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查看一下topic的stats 那么demo当中给出来了 那么subscription上面有两个consumer 那么consumer1它的iackmessage是13 那么它的readposition是133-0 那么consumer2它的iack数是0 它的readposition是133-12 那么正好也就代表着 那么它加进来的时候 consumer1没有把这个消息给他ack 所以block住了这种consumer2 那么对应对应这个case的话 那么就需要去调查一下 那么consumer1为什么没有去ack 这个13条消息 那么等着consumer1ack 这个1313条消息以后的 customer就可以继续消费消息了 以上就是今天对kishare这个模式做了这么一个原理的一个分享 还有讲解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